为加强相关政府部门在应对海上垃圾问题的工作 政府成立了海洋环境管理跨部门工作小组 由环境局牵头 小组成员包括 渔户处、环保处、食环处、康民处、海市处等9个政府部门 政府制定了处理海上垃圾问题的三方策略 策略涵盖、由源头减少废物产生 减少垃圾进入海洋环境 以及清理海洋环境中的垃圾 环保处因此自力推行宣传和教育的工作 大力提倡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山海无痕、走素文化 废物分类回收 鼓励大家改变约常习惯 由源头减少制造废物 以及避免垃圾跌入海中 政府已经增缪资源和增设装备 去加强清理的工作 环保处亦定期监测海岸的清洁情况 并以5级评分制对各个地点作出评级 以查册清洁的成效 各相关政府部门会继续推进各项改善措施 提升市民意识 同心协力 共同保护海岸清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